大家好,这次是游戏废人 猫之城在今天正式开服了 当然很多玩家一定都会有 首抽要抽谁的疑虑 不过这里要先郑重的声明一件事情 目前所有的路板资料 通通都没有参考价值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不要去看任何用路板资料 做成的评测或者是首抽推荐 因为角色技能全部都不一样 例如说像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只 轻之回旋 轻之回旋在台版的能力是 穿透 穿透 点燃 这三招 但是在路板 他除了点燃以外 另外两个是让敌人晕眩 而不是穿透 是控场能力 所以技能效果完全不一样 更别说另外一只 我自己拥有的火速流光 火速流光在路板 所有能力都是点燃 但是在台版一个点燃都没有 他是爆裂伤害 破盾伤害 再加上诅咒 再加上台版的身心解锁能力 增加的技能效果都是只有提升伤害 并没有直变 所以感觉上他们是想要走向重返未来那样子 让玩家只要抽到这个角色灵图 就可以玩到他的完整机子 因为在路板他身心以后会有能量提升 更快可以放必杀技 额外的附加效果 直变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在路板很多角色他会建议你必须要抽到至少三星 甚至五星才会特别的强 也因此这次台版开放 建议的首抽角色就要全部重新评估 那么这一次除了普持以外 还有一个活动词 就是抵挡者 小白抵挡者的能力 其实相比其他的 我个人觉得没有到特别的强 我说没有到特别强 不是说他不强 他的效果其实相比其他的会比较好发动 因为破灭伤害是只要对有简易的目标 就有额外增伤 让敌人有简易是我方可以控制的 其他像是暴击或者是敌人有盾的破盾者 这些都是需要看情况才有用 问题出来 敌挡者本身并没有让敌人拥有简易的效果 而游戏里面其实可以让敌人拥有简易的角色也不多 所以要不要抽敌挡者会比较看 你的角色里面有没有可以帮敌人上简易状态的角色 如果有的话 那他当然就会是很强的打手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没法发挥出特别强的效果 毕竟他的障害面板也没有特别高 像大家看到他的SP是198%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火速流光 他是222% 在两边都没有触发效果的情况下 其实火速流光的面板还比较高一点 既然如此 那我们首抽要抽哪些角色呢 因为毕竟如果你是无课玩家 一进来就只有100的特化续精而已 至于厨子拿到的猫眼石 我已经拿来布置餐厅了 当然要布置神女仆餐厅嘛 所以说猫眼石也不会拿去抽 所以对于正常玩家来说 你首抽不太可能可以刷抵挡者 因为你每次开一个账号就只能单抽 你要单抽抽到他为止 说真的很难 而且你就算单抽抽到他好了 你开局也不会比别人轻松 因为你还要其他角色跟他搭配 因此我也比较偏向 常规召唤的其他角色你有足够多 像我这个账号 我之所以会开局 然后又开始有点除值 就是因为我开局30抽 我有抽到两支SSR 然后又都是我自己蛮喜欢的SSR 所以就继续的刻下去 然后就还算拿到蛮多角色 算有一支弓的啦 但不管他 那么要抽哪些角色呢 建议可以抽的 就是我现在标的这五支 但其中有一支 这一支 特利斯 因为他是你只要除值 就可以必得的角色 就是如果你有除值合约 虽然他有分标准版跟豪华版 但是豪华版多了 下面这一整牌子要多100块而已 所以怎么样都一定是买豪华版 只要买标准版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特利斯 那这支特利斯 是目前全游戏里面最强的捕师 因为游戏里面捕师本来就不多了 所以你能够选择的就已经够少 而这支特利斯的小捕 捕65%我方全体 那其他捕师算有一些是HP1存的 捕量应该就会比较高 但是他们也都是只能补单体 你要补全体要嘛就要开大招 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有 所以想要比较轻松的补全体 就一定要靠这支特利斯 再来就是他第二招 可以直接驱散我方全体两层的简易效果 非常强 也因此这支角色虽然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但是他的辅助效果一流 如果可以开SP计划 他可以当输出 而且队有争议的目标就有两倍伤害 打Boss的时候 Boss通常身上都会有争议 所以也很容易触发他的增伤效果 像第五张打完的尾王 就是特利斯直接一发轰下去 打到快一万 直接把他秒掉 就超级痛 所以这支特利斯 我其实会蛮建议可以拿到 但因为课金玩家 你只要肯课一定会有 所以如果你是愿意课金的玩家 首抽就不要考虑他 就考虑另外四支 那剩下四支 我为什么会认为这四支比较值得呢 是因为其实大部分角色的招式面板 跟效果都不会落差太大 但这四支有比较特别一点的能力 首先是艾可电音骑士 艾可电音骑士在路板的评价其实很差 但是在这里他可以帮 友方单体提升20%的暴击伤害两回合 那因为有很多暴击一存的技能 有两倍暴击率 有两倍暴击伤害的 所以提升暴击伤害 对于特定的输出打手 就会非常有帮助 再第二个 他可以降低目标的奥义能量 有玩头马未来1999都知道 降低敌人的奥义能量 让敌人不能开打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这款游戏王非常容易开打 艾可这个招式就会变得非常好用 再来第二个就是男弥生飞鸿武士 飞鸿武士之所以会建议是因为 他虽然是坦 但是他的SP技能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抵挡者是完全一样 不管是伤害面板还是附加效果 都是198%的破灭伤害 跟抵挡者不一样 他可以自己在敌人身上上异常状态 所以他是可以上简易又可以放破灭伤害 而搭配抵挡者的话 他就可以让抵挡者的破灭伤害有办法触发 我刚才有讲到游戏里面可以上简易的角色并不多 所以男弥生作为一个可以自己打简易 又可以上简易的角色 同时他又是坦直 可以放嘲讽来保护方 再来下一只 伊莲娜 为什么要抽伊莲娜 直接看有一招大家就知道 降低敌方全体15%的暴击率抵抗两回合 有没有觉得这个效果很恶熟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1999的牙线类似能力 就只有伊莲娜可以放降低方全体的暴击率抵抗 而且是敌方全体 同时他又是简易状态 所以我刚才讲到的 破灭伤害都可以靠这个简易变成2.5倍 那如果再打出暴击就更痛 再加上伊莲娜的四宜本身也是输出手 他除了降低方暴击率抵抗以外 自己的招式也都会有额外的暴击伤害 所以他打出暴击也会特别痛 不只伤害强又可以降敌方抗暴 算是一个搭配非常不错的技能 而最后就是飞天森林守护者 飞天森林守护者 其实你就可以想成是飞天SR版 自由伦滑的加强版 其实技能算是差不多 那我们要的最主要就是他的简易 让敌人受到一伤三回合 这招其实他的SR版也有 而且面板也一样 不过SSR毕竟他的基础数值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有SSR 当然我们就用SSR 如果你没有的话 队伍本身里面的SSR也不够多 其实让飞天自由伦滑当SR打手也是堪用 技能也不会落差太大 不过如果你可以抽到SSR版 就用SSR版会比较好 以上就是我认为 这是茂之城开局 首抽最建议的五只角色 那当然这是我根据 这次开服的所有角色的能力 自己做出来的评断 可能其他人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不论如何 这次台版的数值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未来新角色会怎么开 能力会怎么设置 我们也都没办法去预估了 也都没有未来史可以参考 也因此就只能根据自行的体验 去调整自己的队伍搭配 我自己现在玩下 因为这款游戏对于科金的体验做的特别的好 无课玩家跟微课 我说微课是那种真正超小 几十块几百块的 体验就会天差地别 那大课的话又会再有一层的落差 所以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款游戏如果要玩的话 我会建议你要有科金的心灵准备再来玩 如果你想要当完全无课玩家 真的就要佛系玩 只要不要跟别人比 应该就可以玩得下去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 拜拜